你們不能上場國人 那經理已經上來了 這塊地已經被我們徵用了 我限你們的三天之內 等你給我搬走 三天 這麼短的時間 你讓我們搬去哪 這不關我的動作 要不你就讓富士集團收回產經理 能不能再寬限幾天就幾天 別 到時候要不搬 我們本別怪我不客氣 撞 謝謝 你應該怎麼說是富士 請止這父王怨慕 謝謝 謝謝 還活著嗎 謝謝 請把國內人的屍體 來到郊區的兵友的 顧主要親眼看到屍體 這人交給郭姐姐 你們來了不快嗎 我怎麼在這 顧主要親眼看到屍體 是你救了我嗎 顧珍珍 你要是想死 麻煩下次少個沒人的 不好意思 請問我們認識嗎 媽咪 媽咪 我叫顧珍珍 應該是你們搞錯了 我真的不認識你們 需要我好好幫你回憶回憶嗎 我什麼時候結婚了 還有個這麼大的女兒 還有個這麼大的女兒 鳳先生我想你真的搞錯了 我真的不是您太太 我有雷同 這蠢是巧合啊 顧珍珍 你到底想想什麼花樣 名字一樣長相一樣 你跟我說是巧合 哎 顧珍珍 顧珍珍 不然顧珍珍身體不好 沒事 給她帶她走 好的謝謝 不是 你們真的搞錯了 我真的不認識你們 怎麼回事啊 她腦子刷壞了 不知道自己是誰 你腦子還刷壞了 我都說了 我不是你老婆 你還要把我情侶在這裡 你到底想幹什麼 顧珍珍 你當時可是用孩子 要老三個月的才 如今你想走 對 把那三個月還給我 臭小子 你胡說八道什麼 她不僅是你老婆 還是董哥的媽媽 怎麼了 你打主意 都打到你老婆身上了 你想出門可以 明天 讓牛媽陪著你 走 哎 走走 別等你了啊 哎 陳年 陳年 富子年 富子年 不是 你已經到富士地方 都會傳給你 難道是又不是 富士 富人 這是門店當送來的 下去的新款服裝 和新款包包 我給您放這兒好嗎 啊 你先放這兒吧 你下去吧 哎 好的 哇塞 沒想到 都走在富士 還有這麼多好處 那我是不是就能讓富士撤銷對公兒園的指令 這樣 光臨就不用搬走了 朵朵你回來了 今天的小孩怎麼樣 有沒有想我呀 有呼呼的 真可愛 嗯 媽咪 我還有作業要做 我我學生完了 朵朵 朵朵朵 朵朵終於開始關心朵朵了 你快寄上 小心點 裝什麼 你才裝呢 你來幹什麼 先機上再說 我問你來幹什麼 我聽說 富士在開發成家外的那塊地皮 你問這個呢 就是我今天去逛街 聽到有人說拆遷後那些孤兒沒地方住 所以就想問問你 能不能撤銷拆遷命 我是個商人 那塊地皮本就十分重要 它關於是富家以後的發展 我不可能放棄它 你明天收拾一下 比如去參加一個私人宴會 哎呀 我這身體還沒好全呢 我看你買東西倒是挺有勁的 好全能不能不去 明天的业會非同一半 這關起著富士和親世以後的發展 你作為富士總裁夫人 有意義無趣的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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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孤兒院 還是再忍忍吧 父親您 我 我緊張 您以前不是最喜歡那種虛假承認者嗎 哎呀 就是這以前的事情 我都不記得了嗎 那就是小經典 計程先生 要抱穿 祝靜您 你走那麼快的嗎 好歹等等我 我都跟你說我穿高二線你好歹給我一下 服務部門沒有 是不是後二月 我才不說了這次女 我才不說了這次女 謝謝你 副總 副少夫人 這是秦氏總裁 秦少謙 秦總 副總跟副少夫人的感情不是挺好的嗎 跟外界常文的不一樣了 忘了告訴你 其他迷信給他吧 唐薏 金玉珊 真是當你 金玉珊 顧珍珍 他怎麼會在這 你 你 我就知道你會了 他不像名人原 Phil 不是 何解您的 錢人和 錢人和 对了 少前 听说你前段时间得了一幅名画 可否带我跟几年去观响观响 求知不得 请 古正真 你该不会是真忘了吧 你当年可是用不足口断的办法 抢了别人家的男朋友 母听子贵才当上了这种台湖人 这会是我 没有参与在断飞 我说过 但凡有我在这边 借你一次 我打你一次 孟正真 你疯了 我不要让你脑袋有问题 就为所欲为 孟正真不会疯过你的 你管干嘛 过来嘛 怎么回事 哥哥哥哥 他刚刚用酒瓶打我 快帮他赶出去 是他先打我的 珍珍 我就带紧门穿不画的时间 怎么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呢 你没事吧 林山 你跟他闹什么钱 他以前把你害得还不够惨吗 你别说 那就是以前的事情 快给秦小姐道歉 我出去透透气 狗正真 你躲回来 你去看吃饭 但我都不会吃饭 还生病 说 T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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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n 这个清智男 唇跟他杜一样 躲在他身后的金几山 也不简单 你不是说你已经解决了吗 为什么他好多人能活着呢 我和我和水珠 当是你跟却儿战 你死都太离开了 金几山 他刚才还好多那么见到的 好像是我见鬼了 我不管 今天他还没有 你们的认识就没有完整 你放心 我快就找了 地区警觉者 上次的视频 已经引起了视频来的怀疑 等会在此边 快放松一片了 你们再给我回头 终于能量 贼 终于 那种车路是金山 那 现在 要想 那车里那个人 就是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古珍珍 既然他还没有死 你们的认识就没有完整 还有他要杀的是没有死 他们再次对我动手 这样子的事情 已经引起了父亲年的怀疑 对 告诉父亲年 父亲年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这么说 什么事 就要现在说 我知道你上车祸 是谁造成的 但在 原来你在这 我还当心找你跟着病棉呢 你怎么在这 你让他说 车祸的 以他们两个的关系 难保父亲年知道后不会包庇他 但没说死得更快 对了 可以想办法 让父亲年主动离婚 这样 就可以拿着离婚分道的钱 买下官员的地皮 还用保密 一举两个 小姐 我说 车祸过后 我脑子里时尚翁翁坐下 不太舒服 想问你 我们神神回去 你真的要回去吗 我还想跟你和我 你跟我过来呢 不好意思 小姐 我身体太舒服 可能没办法陪你 让父亲年陪你吧 好了 你说你不说过 不要 你怎么 父亲年 这么多年了 你为什么不跟我离婚 许七小姐 你知不知道那个在说什么 我当然知道了 我觉得你俩特别合适 你误会我 我们两个 只是从小一起长大 所以关心 比别人敬人心 季小姐 是个人都能看得出来 你对父亲年的感情 你这么多年单身 不就是在等他 是 我承认 我爱情 我比任何人都爱 但是 我更希望 几年幸福 当年 你为了把他从我身边抢走 你不惜下药 我还以为逼婚 你现在居然跟他说 见你不要帮你 你对得起他 够了 顾诚 你知不知道你跟我离婚 会带来什么后果 哪有什么后果 要你们双方之间都有感情 为什么不大胆一点 跟我一婚 对你 对我 现在他都好 为什么不离啊 顾诚 我是刚才董哥的面子上 我不跟您接受 要是我从别人口中 能听到任何有关我们离婚的消息 我绝对不放过 傅锦尼 你想死别拉着我一起啊 干嘛还够呢 俊云山到底想干什么傅锦尼 怎么跟他还没断呢 哎呀老师 您这是怎么了 发那么大胆 你看看吧 哎 这怎么回事啊 有人想上位呗 你把这个俊云山给我请过来 我到底要看看这个女人 想干什么 我马上去 什么 我马上回来 这张片 还真好 季小姐 真是下了好大的一盘情 这么多年 还不死心 阿姨 你误会我了 我真不是 季小姐 你不是什么呀 你难道不知道 我的儿子已经结婚了吗 虽然我们傅家不是什么名门望族 但对子女的教育 那也是看重的 绝不允许有第三者出现 云山只是去参加情事的私人聚会 我们只是碰巧遇见吧 碰巧 我可不相信什么碰巧 你昨天还带真正去了吧 怎么就这么碰巧 跟这个女人单独在一起 又偏偏碰巧被人拍了照片 不是你想的那样 是古珍珍她 那不是什么 只她安排你们单独在一起 也是她找人拍照 花钱上个热搜 傅景年 你是老大被闷家了 还是我们故事要倒闭了 把过错都飘到一个女人身上 等一下 珍珍妈 是我给父亲年和季小姐拍的照片 你是我安排的热搜 是我想成人之美 你千万不要误会 也不要责怪季小姐 珍珍啊 你为他们都做到这个份上 你到底是为什么 我都说了这事跟云山没关系 你怎么就不信 闭嘴 我信我自己看的 我是我自己听到的 妈 以前真的是我错了 我不应该强劝傅景年 更不应该拆散她跟季小姐 我想明白了 我想成全他们 傅景年 我们离婚吧 珍珍啊 你到底知不知道 你在说什么呀 妈 我当然知道了 当年是我不自料理 拆散了她跟季小姐 这几年来 我简直天天是 吃也吃不好 睡也睡不着 我愿意跟傅景年离婚 明天天一样 就可以去你证据 珍珍啊 是妈当年错怪了你啊 你想到你表面嚣张八卤 内心却如此善良大气 老师 有妈在 你俩就绝不可能离婚 我更不会让这个女人得逞 妈 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我真的想离婚成全他们 你放心吧 一切包在妈身上 留吧 坐下边上 我休息 妈 好好休息 好好休息 别说了 快上去休息吧 父几年 你都说一会 过了这个天 就没人变了 要别人叫身早 父几年 不是我说你 珍珍这么好的老婆 你上哪去找啊 虽说她原来性子是差了些 做了很多出格的事 但她现在为了你 为了父侍做这个份啊 你还想怎么样 不是 我是不会当自己离婚的 哎 少夫人 你怎么什么话都说呀 这左财夫人谁爱当谁当 我不当了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 纪小姐 你就不要再跟我们几年来往 送客 神神 怎么了 妈 您刚刚话说的也太重了 但您是我对不起云山 几年 你要被这个女人弄到妻离子散 你才不甘心 你是不是要被这女人害的妻离子散 你才甘心啊 没这么严重 没有 你最好不要想象 你不坏这样东西 你不会自己想 嗯 你要为朵朵想想 难不成 你想象的 季小姐当朵朵的后妈吗 妈妈 朵朵 你今天没上学 今天中午不上学 哦 妈咪记糊涂了 老师不值得做医 我有些不会 来 你来给我看看 这现在小儿子体力怎么都这么难 朵朵 咱们玩上戏去吧 好呀 七年 嗯 我头还是晕得很 你能再陪我一会 山山 山山 我给你道别生 你 你看有飘飽丁 这指不定下次搞得这么大乱子 你能回去跟他聊聊吗 我回去以后会跟他好好聊 啊谁呀多我又输了 你们在干什么 家具你怎么找我呢 都几点明天上不上学了 朵朵走上楼睡觉去 少爷夫人在比朵朵游戏 夫人啊还是第一次跟朵朵 相处的纵容家 大晚上到我房间里干嘛 我对你进去 我来是问你 照片和热搜车是什么安排的 对啊 谁让你在遇会的时候把我丢下 冲击于山块 害得我被那个秦志兰打耳光 你知道我的脸多宝贵吗 果然 你还是那个狗朵朵 自自自从不为对人着想 嗯你第一天了解我 你可以为了他给我离婚啊 休想 看来还差点火火 真正啊 从现在开始 我就要接工副师工作 给请爷当下手 减轻 他的负担 要给钱多方便 你在说什么 没什么 妈 我是觉得 这些东西真的对我来说太难 太复杂了 我 我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好 真正 你是在责怪我 是 你原来啊一直都想来副市公司来工作 我们一直都在阻止你 现在想想啊 是妈不好 妈 我怎么会责怪你们呢 我 我是真想在家里躺平啊 这样 你先好好熟悉一下公司的业务和环境 明天啊就和几年来上班 就这么决定啊 几年来就行了 干嘛让手跳进来 我才不要每天面临他这张冷冰冰的脸 哎 不好意思 你 你真真 你怎么在这 不好意思啊 我还得让一下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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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的脚 在几年 是不是 你呢 姐姐我的脚 好痛 你关陈欣是我自己摔倒的 你 你 妈,我没推他 妈知道 工作的事情 以后再说 夫人早 刘妈,这件是什么 这是老夫人 一早派人送来的 说夫人您昨天受委屈了 希望您看到这些东西 心情的好戏 夫人 您不喜欢这些东西吗 没有,没有,喜欢喜欢 刘妈,你帮我谢谢老夫人 夫人喜欢就好 对了,帮我准备点礼品 我要去医院看望季小姐 知道了,夫人 打铁还是得趁热 打铁 你昨天为什么退下 你知不知道还有播电影女主人订了 明天叫进组了 又是我把她推下楼梯的 这 你不喜欢 你们别为了我吵架吗 不知你可以的 难道是她自己摔的 顾真真 你怎么这么恶毒 我真是撒了人血 这个东夫 对对对没错 是我把他推下去的 我就去看管他 谁让他整天在我眼睛里家话 还一口一口 今年今年 几个本事 够离婚呀 你别以为不敢了 珍珍 我没想到你都如银一阵般的大 今年 我们以后孩子别见了 我就是一个小男星 我可接不起这般做的 你走 我们不想再看 走啊 yes 离婚指日可待 这双鞋我忘了 这双鞋我要了 不好意思梁女士 这双鞋是限量化的 且只有一个尺码 那谁都穿上就是谁的呢 这鞋多大吗 这是6码 不好意思 这是我的码子 我发起来吧 等等 不抢 我也穿36 而且 是我先来的 古珍珍 你还真是小鼻涕肠 上次你害的云山受伤 没能拍戏 我都没找你 现在还敢动我抢鞋 怎么 你想打我一顿 替他出戏 古珍珍 你迟早会给我 几年离婚的 让你 我让你嘴巴 看我那你怎么收到来人 把这贱人都拖出去 别再干什么 打听广州之下 你也不想丢人 是 是他在闹的 靖年哥 你可得替我好好收拾这个贱女人 他直接害得云山受伤 现在还有心情出来逛街 还跟我抢一条鞋 好够 不懂 把这个店里 秦小姐所有能穿的鞋都包 送到他家里 是 你跟我走 你你放开我 我不别你你你捏捅我了 龙珍珍 你一天不做让你过去下去 我哪里做腰了 我说真话你你不信 假话一句 喂 喂副总 您可以来医院看一下我们的山吧 他现在腿疼得要命 我拿他都没有办法 我马上过去 那赶紧回去 没事别到时候 靖年 你来了 我的腿 你说我已经为什么是拍不了戏 我要拍不了戏 你说我还能干什么呀 别担心 我会联系国内最好的骨科医生 一定可以把你腿治好 真的吗 你说您是不知道 上次新闻爆出 事情又闹这么大 再加上腿伤 以后谁又愿意娶她呢 如下的资源全都被瓜分了 好了你们 你别说了 我要嫁给你 我要是不能嫁给他 我宁愿待了一辈子 喂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给你做个宵夜 我不吃宵夜 还有 谷珍珍我告诉你 珊珍现在病情恶化 你就好给我安分点 一 住过来正好 老年人给你下人萌药 我给你做了 妈咪 朵朵 妈咪 你怎么穿成这样 啊 需要去参加什么活动吗 呃 妈咪不参加活动 妈咪觉得这身衣服不好看 这就去换一身 妈咪 你说什么都好看 不用乖 你朵朵 来亲个 妈咪好大酒味 我给你 你喝了 你看 等你一晚上 天眼圈都不出来了 这么大的酒 昨天晚上喝了多少 家里没有 我睡不着吗 你喝了点 朴珍珍 你别以为这样就等我一回事 这都是你自制 就你做这件事 回去看在朵朵的面子上 我早知道你滚回股价了 你本来还差点火 傅几年 你做了红烧鱼 你要不要来尝尝 我不知道 你自己是吧 别呀 我今天专门特意为你做红烧味的 尝尝嘛 怎么样 好好吃 嗯 还可以 我没了 没了呢 我听刘妈说你喂了好久了 我看到鱼长挺肥的 不适可惜了 我还可以做红烧味 怎么要好吃呢 那是我养了三年的龙鱼 我每天给他换水很温 你知道我为他付出多少吗 那鱼养来不就是养来吃的吗 吃什么吃 那是我养了三年宠物 顾正真我警告你 以后你不许再乱动好东西 说次我就要你好看 这一回火候应该够了吧 嗯 好 晚上见 我不会应酬 今天晚上要是有人敬酒 你得替我找 今天晚上应酬 就别去了 我衣服造型都弄好了 你叫我别去了 云生长刚好 拍了电影 需要找些个投资人 我带着时间一起投资 好吧 祝你们玩得开心 咱们吃啊 这个真吃好呀 你可要继续勾衣服 这样 给小米保住了 勾衣 成问题了 这富男被整成自己的样子 富男 干嘛吼了一点窝 你不不不 你 这是 杜总 你走 还请你们说这是我的新电影 这富太太啊 也真是可怜 孩子都生了 也没把丈夫留下 恐怕要不了多久 这太太的位置也要挪出来了 富士集团总裁 富几年 协弃于山出席酒会 YES 三倍 三倍 贡神真是太难了 今天这样的新闻 还有抢烟换笑 今生真是好人 加油 姊妹 不把我跟 景年好事将近的事情 通报个媒体 快去快去 你又不怕得罪傅家那位老夫人 那个老妈子 她要不是几年的母亲 早就让她发白 等我嫁入傅家 我再慢慢双手 你不是你嫁的好吗 你不是你嫁的 你不是你嫁的好吗 你这是干什么 夫人老夫人知道你喜欢黄金首饰 特派我给你送了些过来 那你给我放到房间上去吧 好 费人爱死你们了 费人爱死你们了 真是黄贵飞 属于最漂亮 都别着急 都别着急 就一个 一个成性的 真漂亮 真是 不对 看来 提前准备离婚协议 只要到时候父亲也同意 就赶紧签 免得夜长梦多 让人心想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居然有人主动给我说话 不要吓我妈 我没你这个大逆不道的儿子 妈你就不能好好说话 不能 有话就说 我还要出门给我儿媳妇买礼物呢 您之前故事不喜欢那个故事 怎么突然就对待这么好 以前 那是我眼瞎一种种文明 现在人到中年 我突然清醒了 可是 为什么我看到的是她的心上感觉 那是你没有用心看 一个女人嫁给你 含辛茹苦地给你生孩子 养孩子 却得不到你的爱 换成你 你整个做 可她之前对云上做了这么多过分的事情 你怎么知道是她做的呢 她自己亲口口承认的 这么多年 你有好好关心过她吗 我看 她怕是已经做好了准备 准备离开你了 姐 伍多 这么快的事 大姐 你是要跟妈咪离婚吗 谁告诉你 同学们都嘲笑我 说大姐要跟小包找后妈 没有我的事 你被电子都瞎说 妈咪每次给你打电话 你都在游戏阿姨那里 哥哥 爹爹是不会跟妈咪离婚的 可是我感觉妈咪早就想离开你了 怎么做啊 黄贵妃 你说这富美人什么时候才能跟朕离婚了 趁这段时间做了这么多恶心她的事 射了她的鱼 怎么还忍得下去 离婚协议 难怪她这段时间 阴晴不定 总是怪证 原来是想借此机会 跟我整查 后跟我离婚 这套服怎么穿着肯定好看 我是不是真的做错 家里所有人都在对她改观 又连平时不肯亲近她的朵朵 都开始黏着她 我该怎么做才能挽回这一切呢 起床了 那个 我碰巧都做了一份 谢谢啊 那个 晚上有个拍卖会 是要跟金医山进去吗 我明白的 你不用跟我说 你快去吧 你不才跟我一起去 你有金医山就够了 不用管我 你 yes 打工告成 你明天去珠宝店帮我取样东西 你要是司机去不就行了 我偷尔买的礼物 你去帮我看看样式怎么样 问人 金医山吗 请让她自己去呀 干嘛找我做死 我让你去你就去 问这么多干嘛 哇 真漂亮 珍珍 好巧呀 七小姐 还真是巧啊 珊珊 快看 这条项链不就是你上次跟副总提过的那条吗 没想到副总真的为你预定了 对啊 我只是给几年提了一嘴 没想到 她真的伤心了 珍珍 真是不好意思 早知道是这样 我就让几年说我自己来了 哎呀 麻烦你 怪不好意思的 季小姐 不麻烦不麻烦 包起来吧 不好意思 这个女士 这是副总为副少妇人定制的 其他人没有这个权利 你再说一遍 为 为我定制的 是 副总定制的时候说 这是送给您的周年礼物 完了完了 副总言 这是干嘛呀 还嫌我活的不够长 股真真 李梅 该比过程 今年正好圈的行程 你快去 小三 季余生 跑门梦碎 完了完了 完了 这么久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三个亿 三个亿 那么多月就这么没了 这东西来喝吧 怎么喝稍微 你的精神来了 快去 快去 先说 我先过去 快去 快去 静年 沈沈 我如果做错了什么事 让一个女人不高兴了 我该怎么做她才会原谅我 你什么都不用做 我都懂 你跟真真 只是逢场作戏 你什么都不用做 你在说什么 你不是问我怎么哄女人吗 我就 我是问你怎么哄 真真 我得想想办法 这傅锦年跟静云山说什么了 他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哎 老婆 明天我们去巴厘岛度假 傅锦年 你发什么神经 你有点是太舒服 我想问你 我们什么时候回去 姐姐有个等生人想去我们吃饭 你可以帮我一见一见吗 师傅 我这个就行了 不用 既然是季小姐请你 那你去吧 你别帮我了 那我去一趟 快去吧 拜拜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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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年轻金山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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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加个小学生 我得年轻金山说什么 你 我得年轻金山说什么 你真的听见了 你特别的 你还要说 pena 开车 不等总裁吗 他还有事 你先帮我送回去 再回来接他的 妈咪 祖多 你怎么来了 快来 我都想跟妈咪在一起 是朵朵对我好 朵朵好 妈咪看看 朵朵 我怕我孩子 你干嘛 朵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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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你手术室 情况怎么样 还不知道 只能等 抓到赵顺司机了吗 被他给逃了 我就不该让他一个人离开 景年 你不必太担心 曾经他们母女 一定会平安无事的 而且 我也会一直陪着你的 病人已经脱离未解了 好 谢谢医生 既然傅少夫人和朵朵 没什么大碍的话 我就先回去了 改日再来看望他们 我不要人 你真心 这算你走路 下次 你可没这么走路 你 你别担心 你别担心 我 是你 该带给你 是国外人的女人 根本不管自己老婆 女人 你死的活呀 你打了 我 给你动用所有的关系 心 还能跑得出去 这么多年 你有好好关心过他吗 你说我发什么火 又不是我让他摔下楼梯的 你走 我不想再看到 走啊 走 大厅广东之下 你也不想丢人 是他想骂我的 龚珍珍 你一天不做 让你过不下去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给你做了宵夜 我不是宵夜 龚珍珍我告诉你 珊珍现在病情恶化 你最好给我安分点 今天晚上的衣服 我衣服造型都弄好了 你叫我别去了 承诺 对不起 都是这件 为了别人退开 是要你醒来 我们就重新开始好不好 珍珍 珍珍 你终于醒了 我 你终于醒了 我 我 我 这是在哪儿 快 你个小狗中的车步 多多 他不要了 你放心 多多没事 医生说 你把他保护得很好 他只问你一天 他能睡着 那就 他根本是想 我 看我看出来 珍珍 对不起 都说我不好了 这次差点失去你 你放心我以后都听你的 谢谢你 你没事吧 你以后就说过了是我 怎么搞的 我以后就说过了一样 我是认真的 我这次想了很久 以前是我对的亲历 以后我们一家三个好好过日子 一点三个 谁要跟他好好过日子 我离婚协议都准备好了 以后咱们谁也不准提离婚 我发誓 我父亲跟以后只爱你一个人 真的你好 很久训练 对 不就你 不就你 在这儿说话这么久 你再告诉我 你把我父亲帮你什么 对不起 我真的不行 我告诉你 要不在医院 我一定没想到哈欠 什么时候咱们出院了 真正才刚醒 医生说 还要休息美工吃些 你呢 出去跟我回家 啊 既然父亲您照顾不好 你就跟我请我一下 那懂问题啊 你用了吧 我 顾真正 我在家待得挺好的 我喊话不说话没 还是得不去 我 你怎么没事的 好 我没事 就算再一次没关系 给 这脑子也给打坏了 哎呦 四星天 你怎么了 我先上厕所 我先上厕所 我 好 就这个 好 我 我 我现在对不了啊 我怎么去 啊 这 你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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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怎么尿 不这样的尿吗 小哥 不好意思啊 我没有 找过人 好 你 夫妻去厕所 好 好 走 来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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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出去 快出去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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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啊 不是 在这 我现在给你做牛菜 来 慢慢吃啊 莫敬妮 你能不能找人来照顾我 你天天在家 你都不上班的吗 是 别人照顾你我不放心 你照顾我才不放心 你看这都什么 我 有的 你真真 你别不知好歹 你连什么时候做过来 手就受伤了 又不是我让他做的 他也就只会做个样子 晚会一点愧疚之心 好了好了 你们俩出去吧 别在这碍我眼 出去 快走快走 你真真 你还真是好福气啊 这样的福气 我不要了 让给你啊 既然 你不懂得珍惜 那你就过几年走 别在你某科 你老师 我到底是想 谢谢小姐 啊 那你能不能帮我签签字给你 让他早点在离婚协议上签字 让我早点解脱 这不知好 全都不是好歹 阿姨 爸 你怎么来了 季条姐 看来上次给你的教训还不够 让你还有闲心跑到这儿来要我们两个 阿姨 你别叫我阿姨 你如果再不知好歹 就让你 聪明的全上去 阿姨 他对我 想法 打 ね 你会 没吃就对了,珍珍啊,你不知道,她第一次给她自己做饭啊,在医院做了三天,你做严重不严重。 晚上那风景都睡了。 可是,她之前给我做个导餐,味道还不错。 我跟你说,她那个导餐呢,只会面包夹鸡蛋,那鸡蛋,这是刘妈提前煎好的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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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姐,我饿了。 我饿了。 我饿了。 gluc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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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哎,不能菜喊 их。 哦,哎,哎,你这,哎呀,你别吞了别吞, 你这处的什么 没怎么办 对不起你 你最近怎么了 你脑袋被撤破了 我妈妈对你好点 但你以前不过这么听话呀 那这也行了 傅几年 我们离婚吧 不离 你不说什么都听我了吗 离婚不行 那怎么样才同意 怎么样呢不离 好了 你在这休息吧 我知道什么事 随时叫 你还记得 我是想跟你说 孤儿院的事情吗 你怎么那么关心 孤儿院 我觉得他们很可怜 孤儿院拆了 那些孤儿没地方可以去 可不可以不要开发那块地 现在停止的话 对付这些前期的规划 和会计的发展动力 不过 我可以初心给孤儿院 选个地址 再我们下次再见进 真的 谢谢你 夏宁 夫人喜欢的衣服都在这边呢 你去帮他收拾几件喜欢的 帮他行李箱里 我会住下来 好的 老夫人 不好了 你快过来吧 人妈你快点 我刚刚进去医院 师爷 你妈年纪大了 不算你们年轻人 身体好 我动作不要慢 走给我吧 哎啊啊不用不用 怎么能让年轻人来呢 我来我来 这两张我还可以 哎 少爷少爷 你这就走啊 我发这新月 你想来这么回不来吗 我要的东西全部都带来了吗 都在这了 我看你们这篇谁敢立败 你妈都发现这个了 你妈再提来吧 妈 不是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你跟我误会了 误会 白纸黑字都写着的 我给你 我真是信了你的邪 你口口说真术 你要改 要对真真好 真顺 你说要改吗 不是我的 不是 那你也是 赚来是真正的衣服 他明天要回骨栽 还有 离婚协议是他写的 不是我想跟他离婚 真真啊 是你要给金娜离婚吗 是 妈 是我想离 真真啊 我知道 是我们的错 是几年的错 是我们副家对不起你 不是 我是不会跟他离婚的 你现在是不会跟他离婚了 你早干嘛去了 那番杰业本来这场转掉的 谁知道他被你没有讲过 那你还让他回骨架 还收拾行为 我明天会陪他一起回骨架 我明天再接走 我们一起回去 明天 我告诉你 你如果把真真给我带回来 我就发动动 是会不了会我们的几十人生 妈 知道吗 真真啊 竟然 竟然不想离婚 你就给这个混杀子 一次机会吧 妈 其实我们父亲年 根本就不合适 他心里 一直爱着的是继云山 与其 像我跟他像现在这样 那我早点离婚 恨恨恨恨的 你要是这个精灵神 真正的 你是不是见不到几人山 你就能快一个疯了 好 我这就去解决他 妈 你你这是要做什么 老娘这就让他过得脆掉是吧 你要是敢出来 我有你好看 妈 妈 妈 你能干什么呀 父亲年 我 你不去买给你吗 你放心 看你分寸 你干嘛随便放我箱子 哦 我只是想搬几件衣服 随时来看到这个离婚协议 我就随手 让姐拉起头 你别想了 还是想想 明天回骨家的时候 对啊 父亲年 我之前超过失忆了 谁都不认识了 你 你可不可以教我认认我的家人 没有事 我妈都不担心我 今天 这是你母亲正面医院 温柔善良 专专大器 但你们家是最受损 你们家的地方可以多是联系机子 妈 住了这么久的医院 人都瘦了 跟以前都不一样了 妈 没有这么夸张吧 妈心肯死了 心肯死了 这是你父亲口事 但是很小的时候 别人不能受损 自己瘫痪 是不分分 爸 爸 妈 回来 就多住几天 外公外公 乖 朵朵啊 外公那去 你爸说啊 朵朵啊 比以往高了不少 对 真真回来了 真真真 怎么这么久没回来 连家门都找不到了 这个我知道 是我哥 那天打人那个 他叫古明宇 他这个人表面看着大大咧咧 其实非常主张家庭 那 我俩关系很好了 话不过三季度开吵 你小时候一直跟着他 就算六年前 股市集团造人算计 零有外话 那个时候的你找到我 给我 给我拆掉 我们就 第二天你找到我 让我换你父亲 我很气愤 就没有答应 半个月后你找到我 说你怀孕了吗 我那个时候真的猛了吗 你哥一见面就想打我 可能是他觉得我没有保护好 哥哥 他人打西约出来了 会叫人啊 金鱼山 你怎么在这里 顺庄阿姨 你们好 我是女女的女朋友 我叫金鱼山 你 你朋友 不信念 这 金鱼山什么时候 跟我哥在一起啊 那家里什么时候养狗了 你怎么不告诉我 我要是先告诉你了 还有我什么事吗 别说了 我们进屋吧 都是一家人 我们进屋去 好了 来 走 走 怎么回事 这金鱼山怎么跟我哥搞到一块去了 他跟我绝对不简单 看来 我得找个合适的时机 把车祸的事情告诉他们 真真 妈 哎 你先坐 哎 坐 真真 妈知道 你从不给我们诉苦 也知道 不几年这几年 确实跟你不怎么了 妈 你先别说我的事了 我哥是怎么回事 这鱼山 怎么跟他在一起了 你说 这小姐 跟你哥是同学的时候 就喜欢人家了 这都好多年了 哎呀 哥 你干嘛呢 我去给你们准备午饭 行 妈 嗯 好 妈 你慢点 好 哎 你跟妈聊什么呢 哎呀 行坐 哥 你说这季小姐 你暗恋人家这么多年了 她怎么偏偏这个时候 答应做你女朋友了 孔先生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相信 你都个魅力是不是 哎呀 行行行 你魅力最大了 我回屋躺会儿 吃饭的时候叫我 行吗 你一会儿去睡好不好 爸吃菜 晶晶啊 你别光顾着给你爸教菜 你爸这儿有我们 嗯 我来给你吃点汤 谢谢妈 谢谢啊 给你熬的汤 你快尝尝好不好喝 谢谢妈 好喝呢 顾真真 你不是从来不吃香菜吗 你们现在 哎呀 我最近尝试了一下 感觉还不错 再说了 你不是也喜欢吃香菜吗 我们俩是兄妹 口味一样很正常 好好好 我吃 你什么好大姐小贵 什么小贵 什么小贵 老谷 曾曾曾不是坐这儿吗 就在你旁边 我 我 不是 不是 我来给你 不是 你把这儿是福了 你把这儿是福了 不是 不是 我给你 我们家 我们家 你终于想通了 你老男人有什么好的 一个二个斗还是老婆 那你不问我为什么 我又问你我二人兄妹之间 你做什么哥哥 谢谢哥哥 哥哥最好 那是当然 你怎么变了 你之前不是这样的 我怎么变了 以前你这个小嘴巴又毒又臭 老是和哥哥吵架 怎么现在跟变了人似的 你是我亲哥 我不跟你斗跟谁斗 跟傅锦年 怎么 我没和傅锦年走 傅锦年是个宝费高达是吧 哥 行走 哥 你跟金鱼山在一起 到底是为什么 这一位嘛 当然是为了爱情 爱情 对 那你完全不在意 他跟傅锦年过去那些事情 这些事已经过去了 你就别瞎相信了好吧 哥 林律 小声点 别出声 听他们说什么 金鸣 这么多年 我对你的感情 我想你是知道的 我准备放下 明明是个很好的人 我相信他能给我带来全新的生活 我也祝你跟震震 能百分谢了 谢谢 最后 帮你一下 对了 震震 车祸的事情 查得怎么样了 有没有没有 差不到 那个人就像任劍生发了 哥 金鸣山对你 一定有什么阴谋 他爱了几年 那么多年 不可能说放下就放下 你别管 我认为我的真正 不是真正 你不是我的真正 我认为 人人 他不是孤真真 爹地 你看到妈咪了吗 爹地也没有看到妈咪 怎么了 爹地 你帮我找妈咪吧 我找了好久都没有看到她 都没找到 金小姐 你在那仓库干什么 我哥人呢 你等我一下 我真的不叫她 嗯 啊 啊 金鸣 你搞什么鬼 把妈打开 金鸣 放出去 啊 你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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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别什么 救我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我真正 你本来有问题 多多 舅舅也没找到你妈咪 你也没找到真正 你们国家还有什么地方没有找过 安空 他都没去我 你帮我照看一下多多 我去去就来 还你不觉得你会拷开 你 Gooigi 就是她 啦 他在用 他想 你也要 你别拷开 你没事吧 珍珍珍是我的妻子 我劝你不要有非分之想 否则不要怪我不顾网着情分 请不 不 不几年 你对珍珍这么在乎 你一定要让她一无所有 喂 你确定古珍珍已经死了吗 我确定 当时现在快出现一个女孩 我在确定完古珍珍后 北下把它一起处理的 但是还没来得及 给我去查那个女孩的下落 是 古珍珍 你的好日到头了 怎么搞定这个模样 在三姑找到她 应该是受了惊吓 等她休息休息后 来 珍珍 我 父亲里面 是你帮我回来的 珍珍 好好照顾她 嗯 你 你现在干嘛 怎么 我不能把这 我要去找了 你快出去 我再跟你一起 我们又想 我想 你快出去 你怎么还在这 没心想想跟你跟你说吗 我们是夫妻 睡在一个房间不知很认识吗 那 那你去跟朵珍一起见 我不去 朵珍房间太小了 我容不下 起来 我起来 你干什么 别动 朵珍 睡不晚了 有什么事吗 妈咪 我今晚上能挨着你睡吗 当然可以 快进来 朵珍 你也要去妈妈睡吧 朵珍 我觉得 你可以一个人睡 我才不要 过去 听到没 过去 来朵珍 出来 朵珍 朵珍 今天好开心 以后也能去妈妈睡吗 朵珍 当然可以了 快睡吧 快睡吧 朵珍 哎呦 嗯 那个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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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呦 嗯 我就是想问你 车祸的事情调查怎么样了 嗯 是我的事 丢掉清楚了 是意外 意外 嗯 我会派人听着的 是否我早 坐下水 你还是在我工作室上 是 车祸的 睡着到我看看 啊 哎 哎 祝勃 下地 怎么 老公 有时间这里 终于看见爱人老婆睡觉了 狗狗的父亲年 父亲你快醒醒 狗狗不见了 哎 我还以为多大事了 狗狗在自己房间 是 你 你卑鄙牛屈你甩了吗 大姐你爽大 大不负责 我上来 怎么了呀 妈咪我讨厌大姐 妈咪也讨厌大姐 今天晚上 别人跟你跟我们睡觉 一言为定 不认真这样玩吗 昨天要回宿主 你们不知道滚下生多少次 你你回宿 我们睡觉那么好 出外面掉下降过 就你那睡一下 一晚上把我提下床 五次 特别变轩 带你一首次 你就睡吧 我可是你这么睡 刚刚不好 还怪别人 我睡了 老爷没了 这人怎么说没 就没了 我就没帮你 你归这么归 老夫人 少爷 有些话 我不能不说 说 老爷 就是被他害死的 老爷是真真害死的 夫人 他不是你的女儿 他是怕身份被拆穿 所以才把老爷 低头的 你 你 我一直 我一直 给人家 我不知道 我不是 顾真真 他不是顾真真 他是谁 昨天晚上 还好好的 今天早上 老爷就断气了 不是你 又能是谁 这不能证明 这不是我妹妹 更不能证明 跟他有关 老爷早就说了 他不是活生真 还有咱那个狗 是小姐亲自抱回家养大的 而现代的女人 都不敢靠近天空 父亲 还有小姐 以前从来不吃香菜 他就是我妈妈 你在乎 小姐我对你不客气 姑爷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们大家千万别 也被他骗了 我不知道谁让你这么说的 但爸爸的死 跟我没关系 你有什么证据 小姐说的没错 他 那的确不是在 三个月前 真的古静静 发了一场车祸 在这场车祸中 他早就已经死了 而他 就是冒名鼎气了 你 他那时候没死 而且 我知道 真正的胡珍珍在哪 这是一家交代的兵异馆 真的胡珍珍就躺在那里 哎 可怜的胡珍珍呢 胡珍珍 真的是你 他之前就没有骗我 昨天酒吧看到人 还被你封起来了 不过你咱们竟然这么肥 居然敢当杀人顶替这件事 我再说一遍 他没有杀人 你又是谁 我叫陆子明 从小跟古珍珍一起在过程中长大 算是青梅竹马吧 你怎么确定 古珍珍就是你的群 他在水果上也会吧 对 从小没有小朋友愿意跟他一块玩 只有我没有愿意跟他一块玩 所以 他把唯一的金锁给了我 那是什么 你 就是这个 我可怜 这么少都是你了 什么 你是不是我们顾家的女儿 怎么可能 妈 这是谁意思 你还记得 你丢失的妹妹吗 古小 二十多年前 子不丢的 就是她 没错 丫头 我们终于找了这个女儿 不可能 她明明就是古儿院长大的 她怎么可能是古家的女儿 她 怎么可能是古家的女儿 就当这样子 她 这里一定如果 她抵替古珍珍 珍珍的死 一定跟她有关系 我确实叫古珍珍 但 我真的不是你们认识的那个古珍珍 什么意思 几个月前 我遇到一场车祸 到我到达的时候 车上的人已经炎炎一击了 我还没来得及救她 我就被敲晕了 醒来之后 我就来到了副家 谁知道 这是不是你提前犯罪好 什么被强语 这都是你的说辞 是不是说辞 你自己的父亲 你还不去知道吧 她说的没错 主治医生说 她的头部确实遭到了重无重击 醒来时 她说她什么都不记得了 那你怎么不去调查 我们调查了 我们赶到现场是只有她和她的司机 没有起来 我们总以为 是她收获后失去的记忆 不可能 老天爷呀 你为什么这么残忍 让我古家的女儿回来 又带着我那个女儿 妈 就算你是古家的女儿又走过 即便认识 你也是害死 在古家那个凶小 真的是我害死他们的吗 静山 不是你还能是谁 毕竟 你以前是不知道你是古家的女儿呢 看着我 老爷就是被你害死的 只要你说你亲眼听到了我跟我爸说我不是古珍珍 那你就应该也听到了下半句才对 古小二 古小二 古小二不是谁 可是 你是老爷见到的最后一个人 不是你 又是谁 真的是最后一个见到我爸的吗 难道不是金鱼山 你胡说什么 你什么时候见过你爸 你再不说实话 我今后把你带到警察局 看你嘴你到什么时候 快说 你说 是 是季小姐 你在说我被你亲信 跟上 季小姐 季如此尊很霸道 在我古家 又对我的忧忍都损 都没有 真的没有 继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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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想不想跟古静静抱走 我们 去跟上那个家伙子 送他进去 是吗 算了 嗯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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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叔叔 叔叔 不是 啊 人啊 大家 没有把道理照顾好的话 那他把我送回老家 还让我赔成一大笔钱 所以 所以你就按照他的托词 把我爸的死在那给我 对不起 陈云珊 对你那么好 我爸对你那么好 你对我的屁股 你为什么要害他 你对他救我骨架吗 我就是想要他做的 你这个不是点的骨架子 可惜我抓住他 他就 这是我故意的 我 你 是吗 你真的敢说你跟这边的车口不关 呵呵 莫莫 秦家末秦总 你能怎么来 我拜托少前帮我查的零零起车货 想必结果已经出了 没错如果不是那个人 冒险去调查副导人第一次车祸的事情 我们还真没这么快的进程 田晓天 你在说什么 继云珊 你涉嫌买凶杀人 别麻烦你去让警察去吧 你凭什么时候是我做的 替你做事的人已经漏网了 再去把你拯救 带走 带走 我 我 我 妈 你怎么来了 珍珍啊 妈是真喜欢你这个儿媳妇 有缘无分啊 谢谢你 谢谢你 我早跟你说了 我不是谷珍珍 我就不跟你回去了 至今 我们之间没什么关系 妈咪 虽然 我是谷家失散的女儿 但是 我叫谷珍珍叫了二十多年了 以后 你们还是叫我珍珍吧 哼 珍珍 傅近年 很感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自然 事情都水落石出了 那我们 还是划清界限吧 好 多把重 秦总 谢谢你 救了我两次 傅 古小姐客气了 我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古小姐身份恢复后 有什么打算吗 还没想好 先适应一段时间吧 大家保重 我 先走了 珍珍 你要保重啊珍珍 珍珍 啊 看白天了 怎么了 哎呀 你干嘛 你果然是不小啊 小时候 你跟他生气的模样 就一模一样 我小时候是怎么样的 特别讨厌 我小时候是怎么样的 跟你姐姐完全在整天沉默不语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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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不起你 哥哥真的好后悔 好后悔 你能保护好你 真的 我认真 我身边保证 从今以后 有哥哥在 我一定能保护你 发生 好了好了 别哭了 小姐 少爷 少夫人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 她不会再回来 你们这是怎么了 有妈 你去找几张夫人身前的照片 就做一照 啊 什么 夫人她 一照就放在客厅吧 夫人她身前 很少造像 唯一的几张照片 就是你的结婚照 那就从结婚照里猜进去 爹地 那你真的不会回来了吗 朵朵 朵朵 你和爹地对你批准了 朵朵 朵朵 你和爹地对你批准了 有什么事吗 你姐姐的葬礼结束 妈想问问你 你跟傅景年 你能 妈 我跟她没什么的 真的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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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 是因为她一直不够 不相信我的身份 我一心想着 将计就计 利用傅太太这个身份 保护孤儿院 只是没想到 后来事情会发生成这样 真是可怜 这样也好 不用每天想着 怎么提出离婚 还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找到了自己的家人 既然这样 妈妈准备给你办一场 回个宴 你觉得怎么样 啊 这样会不会不太好 毕竟爸爸跟姐姐才刚刚 你姐姐跟爸爸的事 我们虽然很心痛 但对于你 妈妈也很重视 夜会就举办在我们家 没多少人 可是不许这句 好吧 儿子 这个是谷家举办的女儿的回归宴呢 表面上是回归宴 可人家呀 这是相亲宴 相亲宴 哎 我们傅家呀 是没这个福分咯 我呀 就不去了 你去就行 免得 我看了 心梗 父亲 父亲你 你到底在想什么 爹地 你是要去外婆家吗 不知道呢 我还没想好 去外婆家就可以见到小姨了 怎么 你想小姨了 是爹地想小姨了 你怎么能看出来爹地的心思 嗯 我能看出来你喜欢小姨 然后呢 还有 外婆还有舅舅 对你很不满意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最重要的是 你不知道 小姨喜不喜欢你 你这孩子 那小鬼蛋 赶紧写作业去 你就是我要遇见的 特别的人 别找了 在里边呢 你怎么知道我在找他 这还不明显 你那点小心思 都先到门上了 这么明显吗 老傅啊 不是我打击你 你一把年纪了 还带个孩子 你觉得 你还有优势吗 人父母那关 你就过不了 哎 我刚可是看见 他在里边喝了不少呢 怎么喝这么多 人喝再多 你也管不着 哎 古小姐 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吧 这个 你不记得也没关系 要不 我们加入微信 回头我们再聊 啊 不好意思 我 没带手机 啊 没关系 你凭我递手 我给你写信 不好意思 打扰一下 副总 请问 你有什么事吗 欢迎你回古家 正是为了敬你一杯 上个脸 多谢副总 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宴会 珍珍 你喝多了 我喝不喝多 和副总有什么关系 副总 你还有别的其他什么事情吗 的确是有些事啊 的确是有些事啊 再跟古小姐聊聊 啊 古小姐 副总 阿姨 我还有点事情好吗 我就先告辞了 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行行好的 下次来玩 副总 有什么事 是 那个 朵朵让我问你 什么时候回去 她想你了 啊 就这个 你也知道 她很黏黏 我都不一定管得住她 我觉得 你还是送我回去看看她 嗯 我知道了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正正 少喝点 妈 莉言 哥 先坐下 莉哥吃会饭 嗯 那是 傅景天这个老家伙 来找你干什么 哎呀 没什么 她就是 时间不愉快 朵朵 嗯 这个行 朵朵毕竟是咱们古家的区域 你傅景天 对你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啊 没有 可能 这 你看 你也叫点天真 是啊 秦小姐 好久不见 别来无恙 你 之前 是 但商场的是我 您添加私人聚会也是我 那我就先打的也是你 是啊 好吧 那我为我之前的行为向你道歉 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没想到金云山是那样的人 我还被她欺骗了那么多年 还以为你姐姐是多坏的人呢 没想到反而最坏的是她 没关系 再说 我当时就还回去了 我也没吃亏啊 来 妈 那个我还有点事啊 先走了 不打扰你们了 慢走 徐小姐 谢谢你啊 你怎么一直听着我妹妹看 我想听着谁看就听着谁看 你管得着吗 我当然要管 我就这么一个妹妹 我不想让她跟她姐姐一样 明白吗 我知道了 以前是我不醉 那请你别打我妹妹的主意了好不好 三哥不求你了 我们不讨论的关系 很接近却不是爱情 悠悠无数交集 要丢弃才可惜 你最清楚是怎样的人 没恨不羡慕的关系 只是没结局的书记 为什么不讨论 喂 今天有什么事吗 妈咪 不 小姨 朵朵 怎么了 那姐现在发烧了 你可以过来看看她吗 刘妈呢 她没在家吗 那现在只有我和爹地 好 那你等我一会儿 我马上过来 那家 小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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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气得怎么样 大动还睡着 她全身好疼 你快跟我走 嗯 傅星年 傅星年 什么这么疼 这 要是再不好 只能叫一声啊 先去给他找点药吃 爹地你醒啦 醒了 我煮了粥过来吃点吧 慢慢吃啊 哥哥 今天饭菜做的比较清淡 你生意甜可以完全恢复 等下就吃吧 谢谢 那个 你在独家还习惯吗 挺好的 他们都对我挺好的 好像是要把这丢失了二十多年的心情 全都回不来一样 那挺好的 妈咪 我吃饱了 朵朵 都跟你说了叫我小姨 下次记得来的好啊 我不要 啊 既然你好了 那等会儿我就回去了 你又回去了 嗯 等会儿 我哥来接我 放弃振扎 你看着我眼睛 我来吧 你是病人 还是我来吧 那我来 别忘记 还有我站在这里 我只想做你的 父亲你 你干嘛 你今晚可不可以不走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我对病人完全好 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你可不可以留下来帮我照顾我 可是我 可是我 快了 快了 傅景年 你在那边吗 你是不是知道 我刚睡上不能洗澡啊 万一晕倒了怎么办 傅景年 你在那边吗 哎 嗯 嗯 刚出了人汗 啊 那个 呃 我不想你身体还没好全吗 不能洗澡 你感谢我 嗯 不是 我就是害怕你 要是晚上半夜再发烧 可很麻烦的 那 你去帮我花点水 你给谢谢 啊 哎 不不不不不不 哎 我这边忘了什么东西 啊 对 快快快快吃了 这么快 这样做一个男人快来啊 啊 嗯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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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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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陆景年 你看清楚我是谁 我看清楚了 我不是以前那个谷珍珍 我也不是你西山人鲸鱼山 我就是我 我知道 而且我的西山人也不是鲸鱼山 那 那他不是你前面有吗 我就跟他戳了几天 他早就都成我前面有了 那你就不怕我喝他吗 哈 但是我跟他视讯 可是 你不确定我是不是真的喜欢你 那我呢 但是不能耍牛猫 说好了 可不许分好了 喂 喂 答应了 喂 喂 哥 傅锦年这个狗男人是不是故意的 没有他真的发烧了 他在诱人呢 不是有一二三四五六个吗 都被他解雇了 好了好了 哥你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 再说还有躲躲呢 好啊 明天你找我来接你 哦 哦 你要喝点粥吗 妹妹 你这样说搞得我像一个外人一样 那你到底要不要喝吗 我熬了一个多小时呢 喝喝喝 真人煮的时候 我怎么能不喝呢 我这就去拿碗筷啊 我这就去拿碗筷啊 你就送到这吧 你病还没好 先回去休息吧 啊 走真真 今天 哎走 真真这次我一定不会再多天 喂 啊喂 睡了吗 睡了 我在你家门口长廊呢 这不晚了 你来我家干什么 我 我想见你 你等等 你这 四星年你怎么一个人来的啊 哦 我让四星先回去了 你手里拿了什么呀 找综艺给你开的药 记得按时服用 你还是挺关心我的吧 那我先回去了 哎 哎 哎 你干嘛 是在我家门口呢 又不能看见了 真真 你别动 你让我抱一抱 也都是动脚的 我还没答应你呢 你耍呗 你明明答应我了 哎呀 不知道了 看你表现吧 那我 那我明天还来 你可别 路上来回两个小时呢 你也不嫌累 那我什么时候在目前了 哎 不知道 看缘分吧 好了好了 快走吧 走吧走吧 那我先回去了 嗯 干什么呢 干什么呢 哥 哥 你 你这大晚上的干什么 吓死我了 幽灵 你这大晚上的瞎转又干啥呢 我 我 我 你这睡不着 我就出去在外面转转 这大晚上怎么不安全 有大灰狼 知道了吗 知道了哥哥 继续吧 走 日子到了啊 这 这是我所有集训 你能不能再还几天 你 嗯 你们能不能不穿过渊 大家说能不能不穿 不穿 着 着 لي 去 走 我把他走 傅金年 哎副总您来了 谁让你这么干的 不是 您让我们拆的吗 公司已经决定 撤销差遣令 并且对孤儿院进行资助 找找找找找 傅金年 总裁 总裁 您谈恋爱呢 这么开心 这么 这么明显 不要太明显 那个 今天还有别搬开吗 没有的话 我就先回去 有 今晚有个饭局需要您出席 妈 真真 听说林氏集团的工资 林莫刚冲国外回来 长得一表人才 今天晚上你可要好 妈 我是来陪您谈生意的 不是来相信的 我知道谈生意 顺便见见也无妨 哎呀嫂子 真是好久不见 林总好久不见 这是您千斤吧 对我家千斤 哎呀别照顾了 赶紧坐 林伯父 您好 真真 这位边是林伯父家的主持 林莫 嗯 林宫子 叫我林伯的 我可以跟着伯父 神正呢 年轻人 谁一点 我们才去也是吧 林伯父 妈 林伯父 你先聊 我想出去走走 你去 慢点啊 我跟这样一起 嗯 行 哎 总裁 那不是夫人吗 不对 好像是夫人的妹妹 还别说 他们俩挺般配 很般配吗 般配啊 家事相当 年龄相当 男才女貌 怎么看怎么般配 你的意思是 我很老 没 没有 你就是那个勾引你墨哥哥的狐狸精 实际上的话赶紧离开 不然我要你好看 你在干什么李奇 你墨哥哥 就是在勾引你对不对 贝珍 你 你没事吧 你没事 我一半不打你 除非迫不得已 你谁呀 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用我自己来 你那什么秘密啊 陈珍 对不起你谁呀你 真真真正的叫 我看你俩挺般配的 你俩过去了 陈珍 我们走 陈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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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你干嘛 我不想再到 你 你怎么了 我不想再看到别的男人 出现在你的身边 那我们 不是 你 那个 头发不湿 酒店用吹风机 书里总爱写到 吸出往外的方 换起的弹车 还有他和他的对担 你爱的白色衣裳 男孩爱看他撞 好多桥段 好多都浪漫 好多人心酸 好多天 傅景姐 你一直看着多什么 你那个 没有拒绝 什么没拒绝 我说 我亲你的手 你没有拒绝 你 我亲的拒绝还来得及吗 我亲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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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income 彩虚子 不要 income 你这时候就躲 我上一回来 不算再我们 不是 不是 闹闹闹 妈 你怎么来了 怎么那么久才开门呢 我刚才出头发 没听见 我在楼下碰了几年客座 她说几年顺月上来的 她咋呢 嗯 几年她坐上来走了 我急着吹头发 没顾得上她 妈 你不出去啊 我说吹头发妈 妈妈等你一起 妈 那个 其实我头发已经吹干了 我们走吧 一起 我请问你 你觉得哪个问题 什么怎么样 妈妈看你们今晚 挺聊得来的 什么挺聊得来的 她不是有女朋友吗 怎么说这事 你妈妈怎么没说呀 我这水 就是人家泼的 哎呀 好了好了 妈 妈妈我们快走吧 好吧 走吧 这 珍珍 对不起啊 先前那个女人 是我们公司副总的女儿 我已经警告过她了 没事再说 我不也没吃亏吗 妈 哎今年 不总 刚刚真是多谢你啊 谢什么兄弟们 嗯 啊对了妈 我送你回家 我注册来的 啊 真真 我怎么了 真真妈妈约了闺女啊 一会儿要去他们闺女 不趟房间带上你 麻烦你莫帮我送一下真真 可以吗 好的伯母 我一定平安把真真送到 我 哎 喂等等 父亲您 林公子 还是我送你真真回去吧 这期 你们最问我不说 父亲您 你干嘛 怎么 你想我亲眼看着 别的能人把你送回去 这 但是你也不能直接把我抢走啊 那人家会怎么想 你很在乎别人的看法吗 没有 好了 走吧 到了 嗯 嗯 这这不是你家吗 你带我来你家做什么 哎 哎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躲了呢 我把躲哥送完还两个家了 我要继续完成 哎 你快放我下来 你送我回去 你今晚就住这儿 我我妈 进阁面去了 我哥 出差去了 你怎么比我还清楚 你怎么比我还清楚 没办法 我想跟你在一块 那我也不能住你这儿 孤男还说不清楚 本来就说不清楚 我就说他在家吗 我就说他在家吗 我也真在家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 哎呀 看看死 你们了 没错 这里想这个 哈哈哈哈 儿子 他也忘了你 妈你别吓人家 人家才刚刚好 那妈是不是打扰你们了 妈呀 就在出去逛逛 刘妈 让妈走 走走走走 慢慢走 你 你不是在你房间吗 我永远睡不着 要不你也是回去吧 你放心 在你妈同意之前 我是不会对你造什么事 我今晚只想抱着你去一下 嗯 你想好怎么跟我妈说了吗 还受刺激 这事不是你用管的 睡觉 夫人早就好 有了 因为我老夫人怕夫人回来了 都习惯了 那我一回来了 那你现在也不用叫我夫人了 我也不是夫人了 好的夫人 早好都是 反正 就叫我这么做 好 哎呀你干嘛 你我们还在呢 今天想干嘛 我想看电影 嗯 好 走 嗯 看着他 在 真真 副总 你 你们 本公子 好巧 你也来看电影 好 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们是男女朋友关系 真真 真 你可要想清楚 副总可是结了婚的 过来告诉你 我现在是单身 所以你说的那些对我没有任何 你们好作为奇 你干嘛跟他说那些啊 这件事情早晚会被别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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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撞进你 为什么不大大方方程在你 好 走 喂 哥哥 喂珍珍 你现在回家了吗 还没呢 我快到家了 所以 现在跟你手牵手的人 是附近您是吧 啊 附近您 哥 哎哥你别打了 你你怎么样 胡珍珍你还拦着他是吧 哥你别打了别打了 你不是说你不喜欢这个男人吗 你现在在干什么 有什么事冲我来 不要想我吓唬他 对不起 你已经害死我了 你还想害死我另外一个妹妹吗 我没有想过害死谁 顾珍珍的死绝非有错 但是对珍珍我是认真的 我不会放手 行 你小子有种 走等一下回家 哥哥哥哥 父亲你父亲他受伤了 他受伤了又不会死 跟我回家 妈 你们兄妹俩这是怎么了 明雨 你有欺负你妹妹了 妈 哪敢欺负她 明明是她欺负你 你就是欺负我 我再也不要离你了 你都这么大个人了 不知道让着你妹妹吗 我让着她吗 她怎么不让着我一点呢 她是女孩子 你是男孩子 你说你这孩子一天 知道了知道了 还生气吗 不要跟我说话 她有什么好的 一个三十岁老男人 我当时就是气齐了 谁知道千方万方 还是让她钻了空子 那你也不能打人呀 你上来二话不说就开打 多吓人 好好好 师哥的错 对不起我给你道歉 好吧妹妹 妈你下次可不能这样了 好我知道了好吧 走咱们进去外面冷啊 好听话 你怎么还在这儿 啊 我等你啊 等我 等我挨揍啊 走 嘴巴跟射仓一样难受 好嘞哥哥 有没有去看医生 没事不严重 你哥属下留情呢 我才不信都流血了 没事不用贪心 哎 还没药啊 还没药啊 谢谢你吧都给我闭嘴 要不我帮你跑了 不过 你不要 你下来说是挺重要的 嗯 我就坐着你去啊 我恨不得把你腿都给打断了 哎 我们因为好几年 没有这样坐下来聊天 哎 我爸爸的从来都不认识 我这次 是认真的 你有个情数 你就是看我妹妹好骗 单纯 那你就实诚 我总的有什么用啊 毕竟 是好不容易找回来的妹妹 好吧 咱们用 不喝不喝 好歹 好歹来 古小姐您好 您好 我找总裁 公司规定没有预约 可能不太方便 但是古小姐您呢 倒是可以立问 那那他现在在哪 总裁刚开完会 在会议室呢 哦好的谢谢你啊 姐姐 珍珍 没事好点吗 啊 我没事了 总裁来 你忘记关门 哎 又被看见了 怎么 你害羞了 我才没有 对了 你伤口还疼吗 早就不疼 哥下手也太重了 你哥下手不重 就不叫你哥 对了珍珍 嗯 我想 把我们的事情 告诉我们的父母 珍珍 我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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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要阻止你们吗 妈实在是不想让你跟傅家有太多的牵扯 妈 我是真心喜欢珍珍 我今天来就是争取您同意的 只要你同意我们在一起 我一定会好好对珍珍的 这年我知道你很优秀 也知道这些年我们谷家对不住你在先 但是你为什么只盯着我们谷家的女儿 你这是做什么 妈 我知道我这些年做的不够好 没有达到您女婿的标准 但是我发誓 如果您给我这个机会我一定会好好对珍珍 您让我干什么都可以 你这不是围栏我吗 啊 乖 乖 乖 你怎么哭了 外婆是看到朵朵来了高兴 就像我见到小姨那样吗 是啊 妈 朵朵打电话说他想真真了 所以啊就把朵朵给接过来了 罢了 只要真真愿意 我们做父母的也会全力支持 妈 谢谢妈 只是妈妈舍不得你 你在外面遭了二十多年的罪 回家在妈妈身边还没待多久 你就 妈 我永远是谷家的女儿 我只是同意你们在一起 结婚还早呢 谢谢妈 没事 多 哥 谢谢你今天把朵朵带回来 你啊 我告诉你 你少来些套啊 你要是胆敢对我妹妹不好 就算你逃到天涯海角 我也会追杀到你 哥 哥 谢谢哥哥 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哥哥 不真真啊 不真真 你是在男人 与哥哥之间 毫不犹豫的选择了你的男人 那是怎么样 我们之间是血缘关系 我是你的最亲最亲的妹妹 你躲都躲地 好好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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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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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该干嘛干嘛 就当咱俩不存在 哈哈哈对 刘花走我到后面去看行走 现在终于没有答案 附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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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爽 附近年 这怎么没有人 附近珍 是你 终于见到你了 对不起 车祸那天 没能救下你 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珍珍 好好爱几年 好好爱朵朵 还有爸妈 你要走了吗 谢谢你 珍珍 有的好妹妹 附近年 嗯 怎么了 你 你相信命运吗 怎么做到这个 我 我以前不信 但是我现在信了 感谢命运 按锁了我身边 不